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怎麼樣用Etiplanter來做所謂的影片的剪輯 那因為它的介面我剛剛有提過,跟PowerPoint一樣 所以各位一點都不熟悉才怪 很熟悉的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點一下看你要哪一個範本 用空白的也可以 好,就按空白工程就好 事實上它也有錄影的功能喔 老實講它也有藍綠幕區備的功能 但是呢,因為那一塊是主於付費的 所以我就沒有用它 好,點進來,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標題了 好,所以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我們OBS影片 打不出來 好,假設這樣 這是我的標題,那我就再增加一個囉 半燈片 有沒有,你可以自己選擇布景 好,那你要哪一種,完全空白的也沒關係 好,現在呢 你打開了之後,我就要把影片拿進來囉 剛剛我們在OBS不是有錄了影片嗎 對不對 那它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剛剛講的,你可以從這邊顯示錄影 你會發現它放在我們的影片這個位置 媒體過的影片 所以 它支援FLV,也支援MP4 所以其實你剛剛即使沒有轉打,也可以叫進來 只是這樣子,大家在看比較不方便 那我就拿這一段,來我把它丟進來 我還是用這種最人性的方法 拉進來,這樣有沒有進來 放進來 你要放大或小其實都沒關係 你用這個軟體來做後製也OK 也是很OK的 所以我現在呢,你把它放到最大放到最小都沒有關係 假設我就放這樣子 好,那你看下面這裡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有時間軸 就有時間軸 但是呢,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錄的影片如果比較長 是會拉得很長 怎麼辦 我會搭配這個 時間軸的時候放在這裡 這裡我放大鏡 那我會先把它用這一個 用這一個的話呢 會讓你影片的長度會自動跟我們的什麼 螢幕一樣寬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這樣就進來了 好,現在這個地方就進來了 好,你可以找找看 那這個軟體 剪接的功能跟老師如果有用過威力導演很像 你只要在這個時間軸上面 現在在這個時間軸這個指標上面 這個地方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指標跑出來了 好,在時間軸上這個地方按一下 好,跑出來之後呢 我現在打開 你有沒有看到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小的 這個就是跟威力導演一樣 去選範圍的 好,去選範圍的 所以呢,你找看看 你哪邊不ok的 好,我前面這裡不ok到這邊 所以我就從前面這裡拉一下 有沒有,這樣範圍就選起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把這一段把它刪除 這一段把它刪除 好,所以用這樣子 刪除 好,前面打掉了 好,前面打掉了 那我在最後面 最後面 好,這裡也出來了 所以我到這邊 好,拉過去 那萬一範圍你拉錯了怎麼辦 範圍拉錯了 沒關係 你就中間這個點兩下 咚咚,有沒有回來了 好,就是萬一不小心範圍拉錯了 你就在中間這個燈燈兩下 這樣就可以 好,所以我也把後面先剪斷 剪斷 這樣我中間這一段是不是就留著了 就留著了 其實說真的 教學現場雖然我比較不會用這套軟體 但是我寫部落格的時候 如果我在錄影 我就比較常用這個軟體做剪輯 為什麼 因為教學現場我比較不會錯 但是在家自己錄影的時候 常常會錯 所以我就需要用這個去做一些剪接 好,去做一些剪接 這樣老師OK嗎 好 那這裡呢 你現在剪接完了 老師還要遇到一個問題 萬一錄的比較小聲怎麼辦 我們從下面這個音量 是不是可以看到它的聲音的大小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比較小聲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喇叭 有沒有可以調整音量 好,當然真的太小聲 還是建議老師重錄 因為畢竟你放大之後 雜音也會放大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把它變兩倍 200 好,差不多 你點一下旁邊 有沒有,這樣聲音就變大了 聲音就變大聲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想要速度快一點 這裡有一個人 有沒有 按下去 你就可以調整你的播放速度 所以像我們剛一開始看的那個快轉的影片 我就是用這個做的 就用這個做的 所以你今天要快一點 好,四倍 那相反的 你的時間就變四分之一嘛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播看看喔 反對一下 波壞的時候就像糖腦鴨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什麼 靜音啦 哈哈 把它安靜一下 就播背景音樂就好了 好,這樣就不會有這麼怪怪的聲音 登登 這樣是不是整個畫面就 節奏就變快了 所以它雖然不是剪輯影片的軟體 它不適合做太長的 但是您做短片還蠻適合的 而且老師覺得有沒有這樣容易很多 因為用靠動的方式來做嘛 那另外一個情境順便跟老師說明一下 我們在錄的時候有沒有可能 不小心中間掃錄一段 有可能對不對 平常如果老師您在這邊掃錄一段的話 該怎麼辦 整個重錄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用這個很方便 你看一下喔 如果這個中間掃錄一段 我就指標直到這裡來 我先多多兩下 好,直到這裡來對不對 您看它的後面這邊 往後往後 有沒有找到一個叫分割換燈片 對,就是這個功能喔 你看 按一下,您注意左上角的變化 也沒有分成兩段了 所以呢,我少一段 我這樣再補進來 這一段 講完了補第二段 再來是第三段 所以用投影片的方式 用PowerPoint的方式 來做影片剪輯 是不是也不錯 對不對 你這樣的話要補也很快啊 你就再丟進來就好了 當然老師也可以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把什麼 把你們家的 PowerPoint交進來 PowerPoint交進來之後 我有畫面 然後一段講解 一個畫面 一個講解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不是更方便嗎 因為大部分大家還是比較習慣 用PowerPoint做嘛 所以你的PowerPoint畫面進來了 那我再錄一段影片做講解 這樣也可以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用EDIQM的 來做一個很重要的 當然我不鼓勵各位說 你拉太長啊 所謂的拉太長 就是說你的影片 假設你可能二三十分鐘 我覺得用這個軟體 就不見得比較適合 因為它比較適合短片 大概十分鐘以內啦 十五分鐘以內 我們這樣子操作很簡單 那只要會PowerPoint的 幾乎就都會操作了 OK 所以這個是剪接影片的方式 您可以做個參考 來